属灵心汤之丰裕的人生 好事舍得必得丰裕 滋嫩人的必得滋嫩 真元十一章第二十五节 今天很多人心善 是带着一种骄傲的心态去行善 他们带着选择性还有可怜你的心态去行善 耶稣是个好灵敏爱施舍的神子 而耶稣总是带着怜悯与爱 去帮助当时的弱势团体 我们也应该带着神爱世人的心态去行善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因为真爱是真情流入的 真爱是能够感动人的 真心诚意的心善施怜悯 不只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弱势团体 而我们自己也能够得到爱心的回报与滋嫩 还有上帝满满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是我一颗行善施怜悯的爱心 让我能够与爱和诚意去行善 以神爱世人的心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将上帝的爱散发出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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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